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我今天早上 五点多就起来 西安的时间是七点 所有五点它就自然起来 那我其实每天 不管你在离心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要把功课做的 以及五年多来 如果师尊有一天 方会修行的功课 随便你们整那样子 我也讲得出 到底要怎么想办 随便你们怎么样子 所以我就是在佛菩萨面前 这个聊起精灵 本次释迦牟人过 地藏牟菩萨 所有中国菩萨金刚复佛的空性诸天之前 将来的机会 随机这五年多了 没有一次离开修行的功诸 没有一次离开修行的功诸 运运机就是离开修行的功诸 所以这个吸引 这个吸引就是什么呢 一切的玩乐 没有一切的玩乐 没有歌 没有 没有一切万战的感应 完全离开了世俗的一切 没有一切万战的感应 只是你自己的跟佛性永远在一起 永远 没有一切万战的感应 有没有一切万战的感应 这个就是离开修行 这是第二个功诸 所以一直离开修行的 然后如果同学们遇到我 有同学们说 我们是菩萨 也有这个外面的人遇到我 这个是菩萨尊 我说菩萨尊 我是菩萨尊的弟弟 他是菩萨尊 我不想跟任何一个同伴 跟任何一个这个外面有所接触 这就是理事 那么第三呢 就是理教Yuga Yuga就是实名刚刚所讲可以 可以 我官啊 我 杀 后 八 后 用诗证话 入 我 见到我里面 住 住在我的身体里面 荣 就是跟我合理 这个时候啊 所现关的世界 通通都是一样 就是地义 地 我所讲的地 一切的 所有的众生 都是脱不上的 我住的 就是希望极乐世界把它双围成 我所看见的就是清静的佛 所谓一切的这个情景 就是一个大眼睛 大眼睛 大眼睛 大光眼睛 在这个时候啊 佛心跟你是永远在的 不是这个时候佛心也是在的 是因为你修了理性 把自己的种种的习情 给它修除了 自然见证了佛心 见证了佛心以后呢 就只剩下第一地 再进到第四个结论 就是无序 你的说话 就是 潜 speak 就是潜 潜 speak 这样的话就是连终 耳朵所听到的 都是天上神 潜 意念 就是佛心 一切所起出来 全部都是佛 身体动一动 就是所欲 身体动就是所欲 假话 就是持重 眼睛所看 就是佛国境 耳朵所听的 耳朵所听的 且是天上的妙目 一切即使 所有人行住做过 全部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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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不修 你家 因为你这个时候 不修即修 心中 心中 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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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 不修 不修 你家 不修 一切行为 一切的作为 一切的作为 全是无所为 一切行为 一切的作为 一切作为 全是无所为 所以 学习本身的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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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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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know you know you know sethyp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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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